你好我是蔡少 今天我要来教你们的是 如何将检印里面所自动辨识出来的字幕呢 导出SRT字幕档 首先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动作呢 如果你是本身是在有在用YouTube平台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其实在YouTube平台里面 如果你想要增加你的SEO被搜寻的几率的话的加分 他有个规定是说 如果在你的影片里面放上SRT字幕档的话 他是可以帮你提升你的影片的被搜寻率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在讲的SEO 所以在YouTube上面放上字幕档 变得说我们有在固定上影片的人呢 其实来说他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我们没办法说到底在影片上面放上字幕 能够帮你加多少分 但除了SRT档他除此之外呢 他也很有很多的方式 当然你也可以到处SRT档之后 在别的软体里面去做你的字幕的编修都可以 那接着我们就马上来教你们一步一步 透过这样很简单的方式 导出你的SRT档哦 那首先呢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剪映 然后将剪映的影片打开 这是我之前透过自动识别所变出示来的字幕 那目前呢就在这边 这时候我们就要透过一个程序 然后将影片上的这些字幕导出SRT档出来 首先你要先看点下你的影片这里 然后再点开 然后你要记住这个位置 你们看到这里 这个圈圈这个保存位置呢 要记住他的最后这个档名这里 我们要找到这个资料夹 所以首先呢我们就先来到了桌面 第一步呢 我们先到使用者的电脑个人专属 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好 然后再到我们的影片区 然后呢 再到找一个就是剪映的这个 剪映Pro 到他的user data这里 然后我们再去找这个projector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档案 进去之后呢 你会看到就是这个资料夹 进来这个之前呢 我们要先把简印给关掉 记住一定要先关掉哦 那这时候我们再回到这里 找一个档名叫做这个 进去 然后你就会发现它这个有密密码码的字 这个东西你就不要管它 你只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点进去之后呢 把它全部圈弦起来 然后复制 然后这个时候呢 再打开网页 打开网页来到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你会发现下面这里 有一个格子栏里面 按一个清空 把刚刚所复制的字那些档名 扣在这里贴上 然后之后按一个叫做生成SRT文件 大家注意看 它这边就已经帮忙把 字幕体呢导输出SRT了 那这时候只要按 就选择这个项目保存到本地 那我们刚刚说影片的字幕呢 就生成出来啦 有没有看到 打这边 这样的教学 有没有觉得非常的非常的简单 这是今天教学教你如何将简易上你的自动辨识的字幕 导出SRT档 那这边我再做另外一个小小的教学 就是字幕里面它的是简体字幕 因为我们在台湾吧 我们要把它做成繁体的话呢 有一个步骤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把这里全选之后呢 去按右键 然后到这个叫做转换的位置 然后你们看到这个叫文字转为繁体字 一键下去就变繁体啦 那这时候我们如果像后面要在这边做修改的话呢 就显得会比较轻松一点 OK那今天的教学到这边 希望今天教学能够帮助到你们 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对了 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别忘了帮它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支教学影片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